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 那这次要教大家什么东西呢? 你如果跟我一样很喜欢看漫画的话 那有时候很像我在推特啊 还是像一些网站上看到日文的漫画 我们就有语文歌和了 虽然说我经常去日本 但是我日文是完全不通 我只会讲いくらですか? 写真ですか? 就是非常烂的用日文 日文我是完全看不懂 那如果说有一些很经典的漫画 或者说有一些根本没有人把他汉化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呢? 今天就为大家 用AI人工智慧的方式 直接帮你把日文漫画翻译成中文漫画 而且这个功能原则上 连韩文或英文也可以用哦 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 那首先呢 你要去下载一个外挂 叫做创改喉 我们直接加入到我们外挂里面就好 就新增扩充功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要准备输入脚本 大家可以看 这边我的画面已经出现 我已经安装完创改喉了 其实创改喉它非常非常好用 它不只只有漫画这个功能 它只要有脚本的话 这几乎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直接讲漫画 那接下来第二个 就是漫画的翻译功能的一个外挂 那就是来这边 点进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安装脚本 那我们就直接安装 进来这边之后呢 那大家就直接点这个安装 我给它安装下去 这样就安装好了 它这个外挂呢 它其实它有几个方式 它可以支援推特 跟一个叫PIXIV 那这两个网站都可以用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 先进推特看看 我们把它打开 以这张图为例 右上角这边有个文 点下去 它就会帮你翻译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呢 它会直接帮你下载 然后上传到它的伺服器 直接翻译 然后再吐回来 直接在这个页面上显示 那看到 刚刚这篇日文漫画 就直接帮你翻好了 超级简单对不对 接下来看PIXIV 一样随便找一个漫画来看看 假设我们要看这段漫画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漫画上面 点阅读作品 之后我们把它往下拉 移到下面这边 它就会出现说 你要不要翻译 然后要翻译几页 大家可以看 它上面就有文A 这个就在辨识了 我们就等一下 它这边就已经帮你翻译好了 但是呢 认真来讲 它的翻译 虽然说它是用 CheckGPT 翻译的正确度 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 我有一些更精通日文的朋友说 有部分是翻得不到位的 但是 认真来说 以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的 就先求看得懂 再求好 那这个翻译 我觉得它是相当的好用 它好像也可以直接让你 加入其他的网站 但是我自己试过一些 日本的生肉网站 测试是不行的 如果说你知道怎么弄的话 麻烦你在下面留言来教我 到时候再拍个影片来教大家 我觉得这服务更好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有很好用 它其实是这个功能的延伸 也是这个作者写的 它有做了一个单页的翻译服务 这个页面呢 就是它一次可以翻译单页 然后它是用 ChipGPT 3.5 去做翻译的 如果说你有在看一些 现在日文正在连载的漫画 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看正版的 要支持原作者 这样子 点下去 那我直接找一个漫画 这是日本漫画 这个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漫画 那我们直接就给它选择翻译 它已经帮你翻完了 那我自己看了一下 它的正确度 认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刚刚这个可以在推特 在PIVIX 还有这种单页以外 它有一个可以直接翻整本的 它叫做气球翻译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 那它的那个功能就是说 直接把我们漫画里面的对话框 就像气球一样 帮你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它其实不只可以翻中文 原则上你要翻英文 或翻其他语言 对翻都可以 但是呢 它的那个选择性就比较少 它就只有Google翻译 它有一个叫Papago 跟我们台湾的图资Papago没有关系 那个是中国的一个翻译服务 另外还有几个翻译服务 像Deep L那些 它是需要API的 那个是要钱 在Chap GT出现之前 我都是用DL去翻译 它翻译的还算准确 但是它要买的时候 它必须要用日文的信用卡 真的非常非常的啰嗦 它台湾信用卡还不收 所以后来呢 我就不用了 我现在都用Chap GPT 目前呢 我试过Google翻译也比较不准 Papago是相对翻译也比较好 我们接下来 就直接通过给大家看 那先到这边呢 那你去官网那边 从作者的连结这边下载它的档案 我已经下载完了 那我们直接 来做解压说 它会有两个档案 一个就是它的程式本体 另外一个是叫Data的目录 程式本体它本身呢 是不太会去做更新的 如果程式有根本的话 都会在Data里面去做更动 那我们先解压说这个主档案 然后把这个Data把它剪下 然后到我们刚刚解压说的这个程式里面把它贴上 那接下来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在这个目录里面往下找 找到这个气球翻译 然后我们就直接以系统管理者执行来打开 这个时候它就会跳一个页面出来 就是它的主界面 画面的左上角这里 我们就可以打开档案 那我已经下载一本漫画下来 来做范例 我们选完漫画之后就按选择资料夹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所有的列表 就看到这个漫画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那像这一本呢 它是40年前的漫画 叫做《桃花情人》 我也有买哦 我是真的有买哦 我买一整套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在当年它还是到版了 它真的没有正版 那我也认真的想要去买正版 但是我发现台湾根本没有去翻译 这一套漫画老实讲它是有点色色的 这当年真的是满足我这人死宅男的一个青春童年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翻译了 它有个设定我们可以这边直接点 那它这里有一些选择项目 这边其实都可以不用管它 唯一要设定呢 大概是这里 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那个引擎 它原本的是Google 你可以选择像我刚才讲的 可以选择PapaGo 那下面这两个是API 我是有跟作者反映说我希望有ChipGBT 但是应该还不会改那么快 我个人是使用PapaGo 我就觉得比较好 这边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 直接翻成繁体中文 那剩下它这里其实还有一些排版 Letter Team呢 这个就是排版 它可以让你选择字体大小 然后它的排序是怎么样 还有它的字体是什么颜色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建议都不要动 那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按Run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着它会开始跑 你就等它一下 那翻译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看它的翻译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已经翻译完了 其实它在这边呢 还可以让你自己去修改 内容 比如说你要把字体调大调小 或者是说要整排版 它都可以让你自己调 但是如果你只是自己看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的 在那个漫画本身的目录里面 大家可以点进来 它这边有一个Result 点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看 它这边它就已经帮你做翻译好了 我们这里可以放大来看 它这边就已经帮你做翻译了 认真来讲 它的翻译结果 跟我们上个介绍的那个 大概还差了好几倍 但是因为那个服务 它是用Chap GT翻的 所以它的正确度好很多 那这个认真来讲只是堪用 然后勉强让你看得懂 如果你真的是一整本那种老漫画 或者是说很冷门的那种 深入的话 用这一套 我就觉得就还可以 那如果它后续有更新Chap GT 我会告诉大家 以上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把 日本深入漫画 变成可以看得懂的 中文漫画的一个简单教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跟开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